这就我弟家 开门 来后四个也不给我开 干嘛 来来来来 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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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上法律的金山 今天我们来干嘛了 你们俩心里应该很有数 你们要不先丢人 咱们就出来 咱们门口闹 想把事情解决掉 我们进去咱们慢慢聊 你进去咱们 别别人抄着了 你抄近了 干什么 都不要抄近了 不要抄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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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抄近了 来来来来 冷静冷静冷静 冷静 冷静点 行了 挺好了 挺好 挺好 来来来来 冷静点啊 听我说 正上法律的金山 今天是受我徐女士的委托 来给你们沟通的一个欠款的问题 这个欠款不单单是你们借的钱的一个问题了啊 事情的本目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 你们的母亲去世以后 留有我委托人徐女士的二十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八 他的一个遗产的一个问题 那么 对 你们的母亲在去世之前已经写好遗嘱了 所以说 这个钱是本该我委托人来和继承的 但是这个钱目前还在你们二位手里 迟迟不把银行卡交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 第一个 维护我委托人的权益 第二个 把我委托人应得的那个金额 一分不少的拿回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但是从进来以后 你应该是当弟的那个 对不对 这是应该是你的爱人 对不对 对他是我弟 按理来说这件事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应该占有主导地位 来控制这件事情的发展 你唯独让你的爱人 胡搅蛮缠 你以为赖就能把钱赖就要吗你啊 这些人就传了 他传了他传女 你什么传了你啊 妈在说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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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是什么 那妈办法 你也这样是吧 来来来来 老计 老计 行行行行行 OK 我接两点啊 李刚才说的 对不对 传男不传你 我想问问你 你们家是有皇室血统吗 还传男不传你 我告诉你啊 遗产继承法案写的给到谁 就是给到谁的 听清楚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 我们父母的遗产 只要立好遗嘱 遗嘱生效以后 是按照遗嘱的规则去分配 而不是按照所谓的法律准则去分配 也就是说 你的母亲在生前 已经立好遗嘱 所有的存款 交由你的姐姐来继承 这里面没有你一分钱 还有你 你好 现在 行了你闭嘴吧你啊 还有你爱人所说的一切 要钱 要钱 行了你别 你不要动啊 你再说 来来来来 我说还没说你对吧 你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作用 但是你不要忘了 在照顾你之前啊 这个应该叫婆婆对不对 是不是对你也尽到了一个当妈的责任 你这套房子是你婆婆给你买的 你的车也是你婆婆给你买的 包括你们孩子 包括你的工作也是你婆婆去花钱找人给你办的 所有东西全部都被你们俩考虑很清楚了 作为照顾 那么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的委屈是有发言权的 在你们照顾你们这个婆婆之前 你们的状态还算良好 但是照顾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们觉得这个婆婆是个累赘 就把你亲妈给送到了地下车库里面去养的 我想问问你这个当儿子的 你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来的你 那是他自己下了楼 如果说你这点常识都不懂的话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因为脑血栓瘫痪的人 他怎么自己下楼你告诉我啊 他要让自己弄的还要瘫痪吗 还有你照顾啊 还有你 他怎么回不起他怎么下楼 你现在是他的儿媳婦 你不要忘了将来有一天 你也要成为婆婆婆 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就健健康康 他一直到死啊 啊你就不能保证你出事啊你啊 我年纪大了我寄死了得了 我跟孩子脱了什么呀 天天拉草草草草草 你咋不转呢 我怎么就没管呢 你现在走 来来来你救他 救他救他 怎么就都照顾着你呢 这你现在确实照顾了你的婆婆了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 在你照顾你婆婆之前 你婆婆对你做什么了 对你怎么样 把你当亲女儿看 对你的爱高顾我的委托人 你还想要什么 你还想要什么你啊 这么不知足是吧 啊 你每天做的 你每天做的 那你照顾他儿子的 给他儿子解决负担的 是他照顾我的吗 不是听你解决负担 这也不需要你照顾吗 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们来说的每一句话 第一从情理来讲 他们之间这个关系 是要屡情屡顺 并且拿到他符合他的权益 第二个 从法律层面来讲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是为了拿回我们的损失 懂吗 我们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听清楚 是 你确实照顾了你的婆婆 这个不假这个我们所有 都承认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人 没有人拒绝这一点 但是 你做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懂吗 你们 我告诉你们啊 从头到尾你觉得你们俩干的是不是没事 行了 别我说没有没有 都给我走 我出去 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你出去吧 你不要干嘛我去 真的 来来来 干嘛 你今天到我 你都说的 真的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啊 你们觉得暴力能解决问题吗 行啊 别的说上次 我要再会你这 你再来 老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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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收拾了 可以啊 没办法是吧你们的 你不要动 你干嘛来了 啊 逼人 我们来打仗来了 暴力能解决问题吗 斗手钱就不用还了是吧 你怎么这么出事 来了你据好钱 你们要真有能耐 把你妈救活了 有那本事在这儿死啊 我告诉你们啊 逼人 如果斗手能解决问题 你还要法律干嘛 还要公安干嘛 直接打就可以了 谁想的又谁赢 拿把刀拿把斧子剃 有用吗 你们的母亲啊 在去世以后 那所有的事宜 全是我的委托人在操办的 你们只是照顾了那么 对照顾了那么一小段的时间 但是之前你们的母亲 给你们买的房子 买的车 置办的所有东西 包括给你安排的所有工作事宜 你们全都忘记了 还有 我的委托人的母亲 在去世之前 已经给她立好遗嘱 已经给她立好遗嘱 那个 带了吗 这是呢老师 这是遗嘱 那么挺好 你什么主机组 我告诉你 挺好 现在证据就在这里 如果你小夫行事 怎样想毁灭证据 你现在就把他抢手撕掉 我看你敢不敢 无法不贴什么你 挺好 遗嘱内容非常的简单 我在委托人的母亲 在去世之前 把她名下 所有银行卡的余额 全部继承给我的委托人 也就是说 现在 你母亲生的那张卡 一直是你在把握的 那张卡里面所有余额 现在是我的委托人的 知道没有 是我委托人的 你把我管的 也就是 别人 我给你讲明白啊 嘴硬是不管用的 法律不会因为你嘴硬 就对你服软了 听起来 给我滚 给我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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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不要脸你 这么不要脸的你 我这个不要脸的你 真的 他也不要脸的你 没法了是吧 我 打死你真的 我已经够给你尊重的了 听懂了 我念你是个女士 我已经对你够尊重了 你不要没法没了了你 听清楚 这张卡现在就在你们手里 根据刑法270条规定 以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目的 但是拒绝规划的 这个就叫侵占罪 如果情节轻的 是出于两年以下有制度性的 如果说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的 是两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制度性的 换句话而言 你们所有的行为 从表面上来看 只是你们作为儿女 没有管你的母亲 但是你记好了 法律没有任何亲行可言 法律也没有任何关系可言 法律只讲的是 每个独立个体 有没有受到他人的伤害 第一个 你们的母亲 因为你们的行为 在死前遭受了很大的磨难 你们构成了仪器罪 第二 我的委托人 拿回属于他该有的东西 你们拒绝归还 这叫侵占罪 看到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说这个钱 今天我们拿不到 所有的证据 来给你看一下 来 遗嘱刚才你们看过了 对吧 然后你们跟我委托人 之间聊天记录 也全部都在这里 没用 这个发过来 挺好啊 这个对于 你挺好 在没有法律介入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流行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一旦法律介入了 这个东西叫立案证据 听清楚 我们会把所有的材料 包括这个衣嘱 一起递交到人民法院 等待我们的 就是胜诉 对我们也非常的简单 但你们要面对的 听说 你就善恶忠语 告你的应该的 你们俩都听好了啊 告你们不应该吗 作为儿女 没有尽到一个 该有的一个责任 作为弟弟 你侵占了你姐姐的财产 你拒不归还 告你 告你都是听的 你们要面对的 就是强制事情 听好了啊 第一个 你们名下所有的银行卡 百分之百户归动机 听好了啊 数字人民币 微信支付宝也包括在内 另外 我可以对你们信任行政拒留 一年两次 一次十五天 你们先进一锅 冷静冷静 还有 根据现在零法检 对于老大在乘责措施 你们任何的飞机高铁 都是不可以做的 第二 高消费也是不被允许的 换句话而言 如果你们将来 想要给自己的孩子 或者给自己 有一个额外的保障 有一个大额的存款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听到没有 这个是法律对你们措施 在任何国家 只要你们触犯的法律 对你们的惩罚措施 这一个是非常严厉的 根据刑法313条规定 有能力偿还 拒捕偿还的 这个就叫拒止罪 在我看来 这个罪你们 是最应该的了 首先第一个 从良心上 你们尽喜给我承担一个责任 第二 从法律上 你们要承担的是 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这个不是开玩笑 懂吗 今天我的委托人的利益 只要是拿不到 你们要承担的 绝对不能给你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 就是没钱 就不想给这么多 老他才放我这就是我的 能帮我怎么着 要你常认的之后 你就知道了 能怎么着 这个事是因为 我委托人的母亲 已经去世了 没办法跟你伸追究 当初是你 从你母亲的手里 以各种的方法 把那张卡骗到你的手里 说是给你老他治病 但是卡交到你手里以后 你就把你母亲送的 全部人死活 什么叫骗 我告诉你啊 我没有跟你们再磨叽的必要了 那就是我的 来来来来 闭嘴 你那都闭嘴 听清楚 现在面对你们的 不光光是那个 刑法三不一三条的三到七年 还有一个 这套房子 虽然是你母亲生前给你们购买的 还有你那个车也是给你购买的 但是你听好了 如果今天这个钱 我们拿不到的话 我可以向法院申请 你这套房子 还有你下面那辆车 百分之百的会冻结法材 这个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任何人都别想逾越这条法律 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只要你们做了违法乱性的事 每一条法律 足够要你命 别跟我来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 我自己扔的 别扔 你自己扔 你怎么来自己被数是吧 你当孩子呢 我告诉你没想说你 你当孩子怎么当呢你 你妈那么大岁数 扔在地下车库不管死活 你小的时候 什么不管你呢 如果说你对你母亲 哪怕真的进到了孝道的话 以现在老辈子的思想 他不可能把遗产全部给我的委托了 他对你还心里能不能 你现在还不知道错吗你啊 你还这么不要脸呢 妈都 告诉你啊 人在做 闭嘴 人在做天在看 你自己干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现在狡辩是没用的 我现在就问你一点 这个钱你给不给 不给 等着收法案传票 就这么简单 撕撕你一辈子 你们这么到头来你这样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没有跟你沟通的必要了 好吗 等着收法案传票 等你这个房子贴着封条 我看你怎么办 不是下单的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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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了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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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要还钱 给我拿出我好的态度来 懂吗 我们不是来求着你的 听清楚 现在是我们占有主导权 给你 不就你那把卡吗 不是 把卡给我捡起来 你什么意思啊 懂吗 你捡了 拿着你吧 卡你们自己捡回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了 走 等着收法案传票就可以了 给你拿了你的卡给我滚 以后别来了 闭嘴啊 这也是因为你们很在里 是不是啊 谁愿来呀 走走走 照片